第二百三十五集 这个时候七个老头自然明白 绝对要巴结好李泰 现在他们能不能得到这个发财的机会 现在全凭李泰的一句话 既然如此 你们就先回去吧 望庭书院之事 你们无需让人去送 到时候我会派人去取 李泰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指甲的事你们也不能耽搁 要两手抓 陈等明白 陈等告退 七个老头笑容浓厚地点头 随即纷纷作一道地 在李泰的汗手之下 转身朝着秦王府外走去 李泰撇了咧嘴 看着他们一副鲜血模样离开的背影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等到他们离开以后 李泰回头 奶声奶气地道 怎么样 望庭书院的事 是不是很好解决 李建成 李二 李元吉 李友荣四人 目光怪异地看着他 本来以为李泰 是找他们要钱 或者是拿出新的造成方法 来降低指价 哪里想到 李泰反手一招 把价格抬上去 然后从中牟利 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论起赚钱能力 谁也比不上陛下 李建成感慨了一声 随即 脸上露出了一抹狐疑 说道 可是 陛下 你是否想过 纸价上来了 会有人买吗 如果不是望庭书院那边 急着买纸 给那120名学子席字用 谁会花无外文去买一张纸 是啊 换做其他人 自然不会 李泰神秘地一笑 可是 望庭书院会呀 听到这话 李建成神色一睁 一脸呐喊地望着他 这打得什么呀 你呀 怎么叫人听不懂啊 旁边的李二李元吉李友荣 同样的一头雾水的模样 李二忍不住地道 清雀 你这话是何意呀 给你们交个底 这一张 叫做割韭菜 李泰咧嘴 露出了一口的白牙 智能的嗓音道 你们能想到 割韭菜是什么样子 地里一茬一茬的韭菜啊 咱们拿着镰刀 一茬一茬的割 割多少 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但割韭菜是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地里要有韭菜才行 李泰语气意味深长道 那七位家主 可是上好的能种韭菜的人啊 中韭菜 众人听得更是云里雾里 一脸茫然地望着李泰 李泰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摸着下巴思索了起来 不知道这七个老头到最后 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把最后一口气给咽了 想到这儿啊 李泰咧嘴一笑 那就看他们是怎么走这步棋了 若是真的自愿掉进坑里 那怪也就只能怪他们自己 龙溪李氏腹底 七个老头回去以后 一个个神色兴奋 哎呀 小皇帝 这次打算跟我五性期望和解了吗 竟将如此大礼 让于我等啊 看来是了 如果不是的话 又怎会如此 就在此时 众人却见李昭拧起了眉头 李青好奇道 哎呀李兄 你是有什么顾虑啊 李昭眉头紧皱地说道 小皇帝的为人 你我都清楚 刚才卢虎的话提醒了老夫 为什么如此大力 小皇帝要让于我等啊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奇怪 确实奇怪啊 卢虎若仓老的脸上笑容浓厚道 但也并非说不通啊 莫要忘了 小皇帝从坐上皇位以后啊 就和咱们五性期望不对付 哎呀 可是再怎么说呀 我五性期望也是天下有名的豪门望族 所谓受死的骆驼 小皇帝若是想要人才的话 天地下那还有比我五性期望更多的人才呀 龙虎 隆虎耐心道 我觉得 小皇帝有和解之心 虽在意料之外 却在情云之中啊 看来 是老夫多虑了 李昭薇薇焊手 既然如此 咱们就赶紧商议一下 如何将指甲抬高啊 李清也嘴道 这还不简单 小皇帝当初抬高梁家的办法 我们也能用一用 崔凡好奇道 那该怎么对百姓们说呢 借旺庭书院之名 忽然李昭开口说道 咱们就说 旺庭书院要打字 收购禅城的旨 用意给旺庭书院的学子们 新自由 见众人片头望了过来 李昭沉声道 如今众所周知 旺庭书院是朝廷的 是小皇帝的 若是将此消息放出去 长安城会有谁不相信是真的 如此一来 不出三日 纸张必然在长安城市面上 一张都找不到 七个老头眼眸一亮 好计策 有朝廷在背后撑着 百姓们绝对不会心生怀疑 李昭沉招了招手 让他们都先坐在庭院中的石凳上 随即 淡然的一项 而且呀 最重要的还能试一试小皇帝的用意 如果他真的想让指甲抬上来 咱们这么做 他必然不会阻止 可若是他不想 而是背地里想坑害咱们 小皇帝就绝对不会同意 用这个理由来让指甲长上去 若是小皇帝同意咱们这样做 那说明啊 他是真想和咱们五线亲往和解 若是不同意 那咱们就故意将这件事拖着 李昭微眯着眼眸道 拖到最后 对你我也没什么损失 也不会得罪小皇帝 咱们看 咱们都不会亏呀 其余六个老头 纷纷地点头 钦佩道 哎哟 幸好有李兄啊 对 不然我等啊 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去试探小皇帝 小皇帝吃手段 若是真被他绕进去啊 那咱们想脱身 那至少得脱层皮呀 有了李兄这个办法呀 至少能让咱们将心放到肚子里 李昭笑隐隐地 覆着胡须 偏头望向了秦王府的方向 心中一阵的难难 究竟是真心实意地想和五星期望和解 还是想挖个坑 打算把五星期望推下去 小皇帝啊 你也该露出真容了 秦王府 李太再次跑回屋中呼呼大睡 李建成连李元吉 以及李又荣 四个人坐在庭院中 一副低头思索的模样 李建成困惑道 你们说陛下说的割韭菜 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李元吉偏头看着他 一脸认真的 陛下不是说了吗 就是割韭菜的意思啊 李建成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他们这个意思还用你来说啊 这分明不是李太话中的本意 李元吉善笑了一声 随即闷着声音道 我还真不懂 不管了 到时候啊 咱们肯定就能知道 李二回头望了一眼 李太所在的房门 此时紧闭的屋子 语气平静道 清雀做事情 不会藏着掖掷太久 必然会露出端倪 比咱们知晓 答他答 就在此时 伴随这道迅疾的脚步声 众人偏头望去 就见沈恋 神色凝重地走了进来 清雀睡觉去了 李二冲着他招了招手 问道 是不是外面发生了什么大事 你全且说来听听 诺 沈恋抱拳 应了一声道 好久秦王殿下知晓 长城现在传闻 指甲要上涨了 无性期望的几位家主 开始动手了 众人心头一灵 好快的动作 这还没过去多久 那边就已经有了眉头 这无性期望 终究是无性期望 看样子用不了多久 指甲就长上去了 这是好事啊 李元吉 歪着头道 陛下的意思 不就是想让指甲长上去吗 无性期望这次 做得倒是挺好 审恋 沉声道 可他们 却是打着宫里的名号 宫里 李建成一愣 迟疑道 你是说 他们用的是望田书院的名号 该哄抬指甲 其他人瞬间也想通透了过来 无性期望他们 如果用别的手段来哄抬指甲 长安城百姓可能会将信将疑 会观望几天 这样一来啊 时间就用得久了 但现在 他们借望田书院收纸 而哄抬价格 这背后 无疑是朝廷在为此事背书 长安城百姓哪能不信呢 不出意外 用不了多久 长安城的指甲 将会出奇的高 他们怎么敢这么做 李元吉 神色微贬 蹭的一下 站起来身 陛下让他们将指甲抬高 何曾说过 要借用望田书院的名义 把指甲抬高了 若是真让他们成了 无疑是想着法子 从朝廷手里骗钱呢 最后受损失的 不成了朝廷吗 你还别说 陛下还真的说过 就在此时 李建成目光怪异地说道 你好好想想 陛下之前的那一番 割韭菜之言 是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当时跟陛下说 如果不是望田书院那边 接着买纸给那一百二十名学子习字用 谁会花五百文去买一张纸啊 陛下回的话是 其他人或许不会 但望田书院会 你们还记不记得 听到这话 如同平静的湖面 被投掷下一块巨石 砸出了淘天大浪 李友荣震惊得道 殿下的意思是 陛下其实早就预料到 我爹他们会这样做 李建成看了他一眼 微微焊手 虽说李友荣 是五星期望家族之女 但要说 他是站在五星期望那边的 经过这些天 大家聚在秦王府 了解他的性情以后 情理上便一说不过去 而且啊 就算是 他又如何 他也得能出秦王府才行 李建成毫不避讳的道 肯定是这样 不然陛下 当时为何要多说那句话呀 李友荣难以置信地 望着李太所在的屋子 小皇帝 真的是八岁吗 这完全看不出来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